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7.17乐华12周年演唱会 绿海亮过灯光舞美照亮整个奥体 一出现一开口 便是正翻场馆般的人声饼废 虽然只有一首solo歌曲 但是把家族演唱会开成个人演唱会的既视感 不得不说王一博十牛 摩托姐姐们十牛 因为见过了布洪时 全场暗淡无光和眼中难掩的失落 所以如今只要有机会 就会是强大排面低场外姻缘 和越来越浩瀚的绿海相迎 不是因为要跟别家比什么 只因为舞台中心的王一博值得 就是想要给他最好的一切 一开场 王一博从升降台上出来 满场的绿色接收眼底 环顾四周 然后偷偷地笑了 好心情肉眼可见 这个为爱奔赴的夜晚 相信他也一定很开心吧 即便在后台采访中 他说没有什么惊喜就一首歌 没有什么要和他们说的 但是当那唯一的solo舞台一出 王爱豆闪亮登场 再次演唱舞感 精致贵气的造型 全新编排的舞蹈 魅惑力十足 被拳王认证的太会扭了吧 王一博扭到了我心里 毫无疑问 王一博的新舞台又一次封神 成为了绝版的经典 虽然平时内敛低调 但只要站上舞台那便是锋芒毕露 气场全开 不管是舞台表演还是造型装扮 王一博永远知道 观众最想看的是什么 而且永远都是意料之外的绝对经验 这就是王一博的从来不说 但全在行动 谁说他不重粉 舞台从来不重复 即便是同一首歌 也会是完全不同的改编 永远用最好的状态和最新鲜极致的舞台回馈所有喜欢 这不就是最好的重粉吗 而且在演唱的过程中 伴随着舞蹈动作 王一博在舞蹈演员中穿梭 环绕全场 让每一个方位的粉丝都能尽情享受这一个舞台 在表演结束后 灯光按下来 舞蹈演员全数退场 舞台中央只剩王一博 对着四个面低粉丝分别鞠躬 每一个都是标准的90度 整场晚会结束 王一博退场之前 也是又再一次向四面鞠躬 回应这一场来自四面八方的盛大奔赴 你在舞台上尽情散发光芒 我从远方而来为你姻缘 这样最纯粹的双向奔赴让人感动 倪平姐姐说 王一博是参天大树 一切未来可期 倪平在天天想中夸赞王一博 谢谢倪平前辈的认可 当初的小幼苗 现在已经长成了参天大树 但是依然会害羞 继续努力 继续加油 你会越来越好的 你是我们的榜样 我们相信你 加油 看这一博从天天小兄弟到如今 成为更多人心目中的好榜样 有青涩变得越来越成熟稳重 这都是和他努力离不开的 优秀的一博会越来越好 这一切他值得 歌手 演员 主持人 舞蹈赛车 花板 各个领域都把热爱做到极致 王一博离不开自己每次的努力 一点点的进步 真的已经越来越成熟 未来可期 请继续在热爱的室里闪闪发光吧 王一博出道以来 一直低调做人高调做事 天天向上带给他少小时的人生道路的指引 成长时的克服困难的坚实力量 现在的所有称赞与肯定 都是他的辛苦努力换得的最好的嘉奖 继续飞吧 你是雄鹰 你的天空无比广阔 从2018-0330那一期的天天向上的第一次见面开始 应该一共见过老师四次 老师记得很清楚啊 第一次那一期是模拟主持人一考 一博真的有脸红 还有很多可爱的表情包 那个模拟采访你很绝 后来的190126春晚主题 被老师夸有观众缘 再来就是20年进英杰颁奖礼上 看到得奖人之后 老师发自内心的那的笑容 让我印象深刻 也才短短三年多一点时间 18年初见面的那个 小孩成长成大树咯 他一直在慢慢成长 不记不躁 从幼苗成长为参天大树 从未停下脚步 将热爱做到极致 全心投入每一次挑战 他已经可以独当一方 而他还未停下脚步 依旧在进步的路上前行 未来的王一博会更好 考古王一博的成长经历 他在13岁就离开了爸爸妈妈 独自一个人 在韩国学习生活 在一个最容易常位的年纪 但是他完全不像那种 脱离父母管教的野孩子 相反他就像一棵笔直的小树苗 茁壮的成长了 正直又担当 坦诚赤诚 这么久过去了 真的像一棵参天大树 目与阳光 经历风雨 继续成长 从小幼苗到半天大树 所有的风风雨雨 都会成为你成长的养分 所有的起起伏伏 都是你成功路上的磨刀石 未来路还很长 你还有更璀璨更辽阔的星辰大海 等你去闯 一棵小树苗不知啥时候 进入了你的眼帘 吸引了你的注意 你很喜欢 于是天天看着他 太阳高照时 他整棵树都精神焕发 你为他欢欣鼓舞 狂风骤雨时 他整棵树随风雨飘摇 你替他担惊受怕 你不曾注意到 他其实时时刻刻都在吸取所有的能量 在狂风骤雨时 让自己扎进更深的土壤里 你只在某天突然发现 树高千丈 郁郁葱葱 生机勃勃 知凡夜貌 感为先锋 王一博全新时尚封面出炉 造型前卫让人眼前一亮 时隔这么久 王一博的全新时尚cosmo封面来了 这次短发造型的王一博 凌厉的眼光 红色的毛衣 胸前大写的五字 异常醒目 最让人眼前一亮的 就是酷盖王一博 手拿掰断的滑板 时尚封面的定义主题 此时此刻 感为先锋 超脱力配上酷盖的突破性 精短的头发 清冷的眼神 这次的坚定眼神 更有别样的精彩 王一博的杂志 总是一秒就抢眉的节奏 从来不会花言巧语的摩托姐姐 速度就是这般的风驰电掣 绝不手软 看了一下这个速度啊 在众人寻找连接的时候 早已经没有了 既然没有了 那我们就好好看看王一博的封面图背 毕竟王一博从未让我们失望过 内玉如今真是改头换面 重新掀起一番热潮 那就是凭实力说话 凭本事也证明 众人说你行 到底你行不行 还是要自己说了算 他的时尚表现力从来都不是吹的 个性化十足的面容 感染力从身体到面容 都能很好地把控住时尚的气息 他的呈现方式总给人一种前卫大胆的突破性 每次都有不一样的东西存在 这次是他的眼神吗 不是呢 这次反而出彩的是他的头发跟动作吧 喜欢王一博这款短发 精致干练 全然不同于以往的拽根酷炫 微微挑起来的眉毛 透出来一股男性和尔蒙戏的发狠 迎合这次的主题 感为先锋 同样 掰断了滑板 日试着尝试突破 这个态度表达出来的就是对自己的不断超越 其实王一博足够在突破了 他也不断尝试着寻求自己的极限挑战 他不是一个在舒适圈中寻求庇护的存在 他总会在洞中寻找自我价值的体现 这是年轻力 也是创新性的寻找自我 不过这看主题 不难看出依旧是香奈儿的专场 毛衣上的字样5 面部上面的贴条跟小字样 N.5香奈儿品牌的经典香水系列5号 还有各种的经典款戒指 都是单品出彩的点缀 香奈儿的突破性理念 一直被大众所看好 这个品牌选择王一博 无疑是相得一张 志趣相投的一次合作 浴火重生才是更好的出发 火力全开 腾空而起 踩着滑板跃起的那个瞬间 真心感受到了 王一博的虚实待发的憧憬 爱了这款发型 脸部轮廓清晰可见 精致的脸型跟五官的搭配 让他的特性表现得异常冷冽 棱角的分明 吸引人的眼球 他依旧是他 不一样的王一博 千面万面 始终如一的是他的那份 吃瓜不停娱乐播段 感谢大家关注缤纷娱乐秀 如果你喜欢我们频道的话 请给出您宝贵的赞 并且记得订阅我们的同学 不要忘记了点亮 订阅优兵的小铃铛哦 这样就可以在第一时间 收到我们的频道内容啦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啦 拜拜 拜拜